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续约 以王一博现在的影视综艺成绩 他已经有了立足之地 所以几乎不可能再和月华续全约 乐华娱乐在当下娱乐圈的影视和综艺两方面资源非常弱势 如果续约 王一博也不大可能把这两个部分给乐华 这样乐华依然没有权利支配王一博的去留 所以天天向上和王一博之间目前没有能被分开的理由 未来王一博还能和天天向上走多远 一方面取决于他自己的主观意愿 另一方面取决于天天向上的再播时间 毕竟汪涵的年纪不小了 本次天天向上再开小兄弟单元 主要是因为节目真的缺主持人 高天鹤离开之后 天天向上的主持人越发吃紧 已经先后找了袁承杰和杨迪替班 除了汪涵 前锋这对搭子 大张伟和节目的磨合已经完成 王一博在节目中承担游戏和动作互动方面 他个人风格明显实力很强 几乎没有人可以取代他 所以天天目前缺少的还是一张嘴 一张能说的最嘴 同时也要有才艺 这是天天向上力来选人的宗旨 不拘一格匠人才是王道 天天向上在选拔主持人的时候 除了个人能力和品行以外 几乎不看重其他东西 不苛求学历 甚至连娱乐圈最重视的红与不红都不在乎 王一博即将成为哥哥